此时一位蒙古公主正在优雅地进行她的中午茶 还有表演 还有窗外的景象 还有热炉 热茶 有肉 有奶食 有果子 窗外的风景如此生动 你们也太势力了吧 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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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他们 喂他们 喂一次五块钱 从我们这里拿这个喂的东西 在家开个民宿 留进去 你们说可不可行 中午的时候体验这个生活 牧区生活 就是捡牛粪这个项目 以及喂草的这个项目了 那 今天天天不在 我就穿着她的工作服 冲锋了 今天会查的时候 突然想到 我们算了可以用一个体验式的这样的一个小元素 欢迎大家在冬天来到我们零下30多度的温度床头上 别的地方也完全体验不到 取错的地方完全体验不到 天气呢 零下30度 再加上五五七级的大风 再加上海纳风 五五五五 脸上生疼的这种 所以体感温度带于零下40下 那 体感温度带于零下4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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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人投资的 就是没有人投资的 如果有人投资的话 我们做一个准备的项目 现在体验的小元素是呢 在白龙风中 穿上工作服 这支之复的 而外的女的温度 待完牛直走 还有一个项目 就是可以划血 划爷雪 这才是挑战的吗 在那种特别专业的赛道上 就是稍微会一点滑雪 有基础的人都能滑 这种纯 纯衍生的雪 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障碍 这种时候才会考验你们的这个技术 是不是 欢迎来投资 咱们一起动个 都不够烧的你们还吃上了 下面呢我们就来到了下一个景区 就是这个 喂牛的水槽 这块是个房子 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烧炉子了 你就可以起烧牛粪 除了做饭以外还可以给牛烧水 这样的快乐 虽然以上都是开玩笑的这个团团在 如果如果真的你要投资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行的 但是呢 如果真的有孩子过来在淘原的话 他真的可以感受到我们用水 以及珍惜水源的这个心情的 因为我们的水源都是地底下自己冲的 后来才有了这个 冲了电之后呢 有了电水泵 拉水才会这么的方便 之前我们都是用这个挑水 拉水就非常的难 加上呢我们淘原人都是 就是很珍惜水源 觉得这个水洗个脸的 那就可以去拖地 只要不干的可以拖地 那在洗脸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盆 不会说这个水龙龙一直下着 然后我们在这块抹洗面奶 抹什么东西 抹面膜 然后再让那个水一直流着 就会的 我从小反正就是这样子 我即使是在城里面 即使在县城里面用水 我都是这样的 不会让水一直流着 大家可能会说 用盆可能会不太干净 但是我到现在都会用盆去接 如果说我在用洗面奶 我在去抹什么东西的话 这个水龙头是关的状态 而且呢 在出水的时候 我无论是在其他地方 还是在家里面用水 都是把水龙头开得最小 我们这个水槽呢 如果说拉的水比较多了 冻了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烧水 要是体验这个冻了的水呢 换了之后 也是可以喝的 完全不浪费 然后看着这个油的情况 喝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关了 今天有点唠叨 我之前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美女主播 她非常的漂亮 她是一个化妆的 焦化妆的 然后呢 有一天 她就一直开着这个水龙头的水 然后一直在那说 不用那个水 水就一直流着 然后底下有人说 哎你这样是很浪费的 然后那个女主播就会说 关于什么事儿 然后我就在想 虽然她的习惯和她的生活方式是她的事儿 能管不着 但是呢 她做了一个公众人物 既然享受到了别的追口 有这样的一个享受 就应该承担社会的责任 应该向大家传递 不能浪费水源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 毕竟任何其他的事情 就是这个浪费水啊 觉得是比较严重的一件事情 反正我从小 脑子里面 是这样想的 是不是第一位 不能浪费的 还有就是饭 都是不能浪费的 你不要浪费 我就打你们 从这个小孔可以看到 不断的有牛过来 哎你不要蹭那个吧 蹭着你 不断的有牛过来 一路路续续喝水 他们说一次性 喝完了就走了 但是不断不断的要过来喝 挺麻烦的 而且挺漫长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这烧着炉子 不是烧着这个水槽 然后让水一直温温的 有粉丝说 在这给他们泡个茶 冬天嘛 就是夏天的话 我在这块泡泡茶 让他们下下火 那冬天的话 不能太寒了吧 那总而言之呢 草原的冬天 除了交通不太方便 出门特别冷 然后上厕所 也有一些些的不太方便 以外呢 其他都是可以体验的 而且不是让你 长期的住在草原上 让你偶尔体验个十天八天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谁家孩子不听话 寒假不写作业的 都给我送过来 好不好 我让他借牛饭 我让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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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